大家好,我是波卡多 之前介绍了龙珠超的两个篇章 说明了悟空跟达尔遇到破坏神 并之后学会变身成超兰 还打败了复活的弗丽莎 如果还没看过前几章节的朋友 可以先去看我之前的影片哟 那这次就要继续讲述龙珠超的下一个篇章 第六宇宙篇 打败弗丽莎的悟空跟达尔 又回到了破坏神的行星修炼 这天比鲁斯的行星来了其他人 原来是比鲁斯的双高胎兄弟 另一个宇宙的破坏神 象帕与他的随从 双方人马见面后 马上展开美食对决 比鲁斯利用地球的泡面 击败了象帕他们带来的美食 被打败的象帕立即开始搜寻他们宇宙中的地球 中途维斯说明了 全部宇宙总共有12个宇宙 悟空他们所在的是第七宇宙 象帕他们则是第六宇宙 而这两个宇宙几乎一模一样 是成对的存在 象帕他们终于搜寻到第六宇宙的地球 但是发觉那边的人类已经灭绝 所以也没有美食了 于是象帕便提出 各自找出自己宇宙的五个人 来进行一对一的接力比武大赛 如果最后他们获胜的话 就要把第七宇宙的地球 跟第六宇宙的地球做交换 但如果是第七宇宙获胜的话 他就会将它在六 七宇宙所收集的六颗超级龙珠 送给比鲁斯他们 思考了一下 比鲁斯也答应了这场对决 在此说明 超级龙珠特别的地方 在于他的能力是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 不像地球的龙珠有些愿望无法实现 悟空他们回到地球后 告诉布马整件事 为了找寻剩下的最后一颗超级龙珠 布马就制作了超级龙珠雷达 并与宇宙巡警加克去找无所不知的祖诺大人 获得超级龙珠的情报 而悟空跟达尔则为了打败第六宇宙 进入新建好的精神时光屋训练 终于到了要比赛的这天 第七宇宙的队伍成员分别是比鲁斯说的第七宇宙第一强 诺纳卡 悟空 达尔 笔克 以及普乌 到了现场 两个宇宙的界王神也来观摩 而此时的第七宇宙界王神 希恩已经利用纳美克星的龙珠 解开了跟他的随从的耳环合体 此时第六宇宙的选手也出现了 分别是外表象熊的波塔摩 跟狐狸杀 相似的弗洛斯克 金属人欧塔玛戴塔 第六宇宙的赛亚人加倍 以及传说中的宇宙杀手希特 在正式比赛开始前 有一场比试 要及格 才能参加之后的对战 可是比试时苦物却睡着了 怎么也叫不醒 比赛瞬间变成了四打五 第一场比赛开始 悟空对上波塔摩 虽然一开始攻击不管用 但悟空很快就抓到诀窍 然后赫罗胜利 第二场比赛 悟空对上弗洛斯克 弗洛斯克跟弗丽莎一样能进行变身 悟空也变成超级赛亚人应战 但弗洛斯克却犯规 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用独针攻击 悟空因此被打倒出局 再来下一场是比克对上弗洛斯克 弗洛斯克依然是用独针击败了比克 但被眼力超好的加克发现 原本应该是要被判出局的弗洛斯克 在达尔的要求下继续对战 并很快速地被达尔解决 而悟空也因为对方使用独针的犯规 可以再回到场上 并排在达尔的下一位 再来就是达尔对上金属人欧塔玛戴塔 无坚不摧的金属人虽然厉害 但还是被达尔顺利打倒 之后对上第六宇宙的赛亚人加倍 在对战过程中 达尔教会了他变身超级赛亚人 也告诉他还有更高的境界 超级赛亚人蓝 说完就将他打倒 获得了三连胜 下一场比赛 达尔对上杀手希特 在这场对战中 虽然达尔变身成超蓝 但却无法破解对方的攻击 最后输掉了比赛 用患悟空上场 跟希特展开对战 并破解了希特攻击招式 虽然破解了 但对战中 希特的招式也开始成长 攻击也越来越强烈 悟空为了打败希特 使出了超级赛亚人蓝家界王拳 强化了整体攻击及速度 两人的对战不分上下 但最后 悟空认为希特是杀手 这种不能打死人的对战 无法用尽全力 于是就投降了 让希特获胜 而最后的决战 变是王牌对王牌 希特对上莫纳卡 但其实莫纳卡只是个普通人 是破坏神比鲁斯 叫来激励悟空他们用的 到了比赛的舞台 希特看穿了这一切 为了对悟空表达敬意 就假装被莫纳卡击败 看着比赛输掉的破坏神像 怕开始发怒 但此时全宇宙的零点 拳王出现了 两个破坏神下的惊慌失措 拳王表示他只是来对 站次举办比赛做提醒 不过也意外发现 这比赛还蛮有趣的 所以想下次聚集 全宇宙的选手 来举办这样的比赛 听到这些 悟空兴奋的出来 跟拳王搭话 并跟他握了手 之后拳王也随即而去 而比赛结束后 赫马他们意外发现 原来比赛所在的星球 也是一颗超级龙珠 于是就搜集起了七颗 召唤出无比巨大的超级神龙 比鲁斯便许下了 复活第六宇宙的地球 人类这个愿望 像怕他们因此 也可以吃到地球的美食 与第六宇宙的比武大赛 就此结束了 结束后悟空一直想跟莫纳卡比赛 非不得已还让破坏神 比鲁斯装扮成莫纳卡 跟他打了一场 后来又经历了 悟空使用超蓝加界王权的后遗症 攀飞到外太空 还有让达尔新来嘴的超人水事件后 第六宇宙片 就算告一段落了 而转到另一个画面 未来的特南克斯 正面临着被人追杀的命运 究竟大特的未来世界 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就让我们下一个篇章 未来特南克斯片 再继续讲述吧 我是波卡多 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分享或订阅 那波卡影片 下次见